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真的是不务正业吗 我倒觉得未必 而且离开奔跑吧的周深 用行动表明他的音乐态度 告别奔跑吧 在最新一期奔跑吧中 各位已经看不见周深的身影了 因为他已经退出了节目录制 转而参与到时光音乐会的录制中去 这其实就表明了他的音乐态度 搞爆光度提高影响力在后 音乐失业在前 什么意思呢 大概意思就是说 对周深而言 音乐的优先级永远是最高的 无论是奔跑吧还是时光音乐会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综艺节目 并且都可以让他的音乐之路更好走 一 奔跑吧曝光度高 与时光音乐会相比 作为浙江卫视的王牌真人秀节目的奔跑吧曝光度相对来说高了很多 节目虽然影响力大不如前 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奔跑吧依然有助专属于他的受众 在下沉市场拥有较高影响力 可能有人会问 歌手参加真人秀也有好处 各位啊 这是2022年了 该转变一下思想了 薛之谦 大张伟和汪苏龙等歌手在非常多的场合都说过 差不多意思的话 参加综艺节目是为了做音乐 九翔也怕像自身并不是说说而已 综艺节目的高曝光度能够让歌手在短时间内收获大量关注 而歌手也可以利用这样的高曝光度去提高自己的音源数据 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 奔跑吧便是如此 周深能够在奔跑吧节目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让更多的中老年人认识自己 更何况 周深本来综艺感就非常不错 真人秀节目还可以让他增加不少的粉丝 二 时光音乐会音乐属性强 solo舞台更重要 如果你问我 周深为什么会选择去参加时光音乐会 我的答复是solo舞台 自歌手当打之年结束以后 周深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常驻solo舞台了 内于现如今大多数综艺节目都在搞合唱 比如最近的新音宗来看我们的演唱会 节目主打的就是一个合唱 合唱固然有合唱的好处 但是与周深这样实力强悍的歌手而言 solo舞台更能展现自身实力一些 同时 由于时光音乐会可以翻唱其他歌手的作品 这对走Vocal路线的周深来说是有助优势的 他可以靠住翻唱再度提高自己的音源数据 让更多人关注他的作品 周深的音乐态度很明确 所以 在离开奔跑吧以后 转而就立刻投入到时光音乐会中去 周深的音乐态度非常明确 并不是玩玩而已 而是无时无刻都在想著做音乐这件事 其实很多人吐槽参加真人秀珍的没必要 我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 这就是如今艺人们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曝光度高可以让自己影响力更高 影响力高了以后发歌也能有更多关注度 与其让一些综艺混子在节目中胡闹 不如让周深这样的实力Vocal多参加一些节目 让他被更多人看见 实力摆在那里 有什么可质疑的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